以下節目指標達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方間封評,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在說一件事 說到我一直以來都沒有說過的劇 就叫做Game of Thrones 權力遊戲 它現在其實在太古城 NOWE和HBOGO 因為它現在香港的代理權力,播放權在NOWE 在泰古城有一個展覽 展覽,可以拍照的位置 展覽、遊戲、子彈等等 4月10日,做到4月23日 有興趣就去看 我不是賣廣角,我沒有收錢 我純粹覺得這是新聞 因為香港的美劇文化真的很難看 沒問題的 權力遊戲 算是很肯放在香港宣傳的美劇 還有我本身 有很多朋友都不是看美劇 但他們會看Game of Thrones 我整個台都說美劇 其實沒有很簡單 其實我有看的 我看的第一季 我看的第一季 說真的看的 我很喜歡去片頭 還有我很喜歡去片頭的那首歌 一開始去高清拍攝 去場景 去人的造型 是很棒的 而且故事我也覺得是很吸引的 但為什麼我當時會看呢 並不是因為HBO 我純粹是想看 LITTLE THING的演員 Aidan Gillan 我之前看過他做的音劇 我挺喜歡這個演員 我看他那一套 我看他那一套 我覺得他還不錯 然後我就知道 他有做Game of Thrones 所以我就看了 我發現是不錯的 挺好看的 但是 第一季當然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很重要的情節 就是 有個角色死了 其實我投資了 九集還是十集的時間下去的時候 我還在想 這個爸爸 怎麼可以帶著子女 殺出重圍的時候 你跟我看了幾集 然後他死了 那一刻我 那個悶片 我真的馬上停了一套戲 我沒有看的 然後人們跟我說 不是啦 第二季好看啦 後來那些好看的呢 其實故事本身 也不跟他父親一樣的 我停了就是停了 還有人是忙的 因為我有很多美劇 看的 那我看其他 我看一些不會出賣我 那些 就算你看CW 他怎樣白癡 無聊 那麼按鈕也好 至少我知道他是按鈕 他不會突然反過來 咬我一口 這就是 為什麼我沒有看GOT的原因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吃虧 因為其實GAME OF FRONES 是很多紀念品的 如果你看了 其實很棒 之前HBO 他是有個月曆送了 哇 我看得到真的很美 而且HBO做的紀念品 是很丟本的 如果你拿到 是很棒的 但是 因為沒有看GAME OF FRONES 我最後也是送給人 現在香港是NOWE 那NOWE 我真的不是賣廣告 純粹說一說 NOWE 我有帳戶的 我覺得NOWE 有一件事好就是 他有很多電影 他有一個叫Movie Movie 那個Movie Movie 其實是駁回白老匯電影中心的電影 是有水準 而且很難找到 然後他可以在上面 免費地看完 當然要給你越快 但是免費地看完 另外還有HBO GO HBO GO 即是想著HBO 其實是很多美劇可以看到的 他不是完全聯繫了 美國有的片 其實是香港 你會有一部份看不到 但是那個數量都可以的 如果你本身是美劇 加上他現在的宣傳就是 你登記了NOWE 其實你就可以整套 GAME OF FRONES 看完連第八季 在一起同步播放的 而GAME OF FRONES Netflix是沒得看的 你只是登記NOWE有得看的 喜歡了去一下那個展覽 4月10日至4月23日 如果有什麼留言 你會不會在下面留下 記得按讚和訂閱 拜拜